所以没错 我们马上要来讨论这个详细的赛车新闻 让我们欢迎亚历哥 家长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刚刚看到的角田寓一 他是这个红牛的嘛 那刚聊天室就有朋友说 他的队友被换掉了 这个Ricardo 他非常意外说要退出红牛 纳车队也宣布说 这个赛季接下来的赛程 会由这个纽西兰的Lawson来代替他完成 怎么会突然做这样的宣布 其实这是蛮让人意外 不过对于某些就是熟悉的公安局方政策的 这个观众朋友车迷来说 应该也是在意料之中啊 因为Ricardo我们知道 他过去是在红牛起步 2014年的时候 他拿下生涯第一座的单战冠军 是在加拿大战 那生涯拿过八次的单战冠军呢 那这两年重新回到红牛二队 当角田寓一队的队友 不过呢 他也年纪也35岁了 那有计划说老病不死嘛 只是逐渐凋零 在35岁 当然他有丰富的一个经验 那上一战的新加坡战 他也是跑出了 所有车手的一个最快单圈的一个速度 而且他非常有观众缘 那上一战新加坡战 车迷特别票选他为 那一天是最受欢迎的一个车手 不过就像我讲的 他年纪现在也大了 那红牛现在 因为跟你刚刚讲的那个年轻的时候 Lawson 22岁 来自于纽西兰的这位车手 那他有签约 就是说如果今年在赛季 他没有让Lawson在一军啊 也就是F1级方程式上场六场比赛的话 他在合约当中是有权跳脱的 那所以刚好在新加坡战结束之后 今年的F1级方程式赛车 还剩下六战的一个赛事 所以在昨天9月26号 红牛二队就宣布了 那照我们台湾职业运动的讲法 这个Ricardo是被Thank you了 对那当然他13年的一个职业生涯 是蛮不错的 而且他非常有观众员 这位意大利来自于澳洲的一个车手 不过我们也祝福他 他自己也讲了 就是说如果他的职业生涯到此为止 那他也觉得他整个生涯是很满足的 那我们祝福Ricardo未来一切顺利 那当然讲到了角田寓意 刚才看到了跟我们的卢市长 哇这个喝这个珍珠奶茶 那这位24岁的年轻的车手 虽然今年他也是在红牛二队 那现在就下一战比赛 要跟这个Lawson来当队友 不过在今年赛季结束之后 2025年角田还能不能留在红牛二队 其实现在车队都才开放的一个态度 那当然红牛一队的 今年要寻求四连霸的Max vs Tabin 那这位车手 那最近的F1一极方程式 有颁布一个新的法令 我们知道当你看F1一极方程式赛车的时候 常常会听到开赛车的车手 跟车队之间所谓的Team Radio 就是无线电的一个沟通 那先前有一个禁令 就是说希望车手不要讲粗话 那可是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 他们在整个非常激烈的一个操架过程当中 有的时候那真的是会难免 像角田在今年的奥地利战的比赛 就因为他进PIT休息区的时候 被其他的赛车插队 结果他就在Team Radio里面骂了一句粗话 结果后来让他被罚了4万欧元 哇其实也蛮多的角田意义 其实他 那当然明后天开始在市政路 好像市政路的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原汁原味的F1一级方程式赛车 大家真的是好好把握这个机会了 因为不仅是卖票 听说3万人是会全满 就像刚才新闻当中讲的 站在市政路 黎明路两边的这些豪宅 这些商办区 都可以看到原汁原味的一级方程式赛车 真的可以好好把握 这个看到这个F1的这样的事情 因为毕竟在新加坡战结束之后 连续休息三个礼拜 下一站美国战 德州奥斯汀赛道的比赛要等到10月20号 那才会真的进行 大家难得来到台湾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台湾有没有机会像新加坡一样 也来企划一个城市赛道的一个比赛 我觉得以台湾的一个条件来说 绝对是可行性是有的 有机会 亲眼看比赛 当然跟透过电视是很不一样的 的确 然后我们再来看是大联盟 这个阳基称霸了美联东区 那道琪也在这个国联的西区封王 那画面上整理这两位 大股相评这个Aaron Judge 两位的表现呢 都让人印象深刻 的确 我今天让图卡做出来 应该这就是今年 国家联盟跟美国联盟啊 最后的MVP最有价值求援了 我们知道不管是美国职棒也好 那现在正在打中华职棒 还有日本职棒啊 现在都已经进入到 例行赛季的最终阶段了 姜荣刚才也讲了 在今天 纽约洋基队打败了精英队之后啊 那魔术数字归零 他们正式拿下了在美国联盟 东区的一个分区冠军 那在季后赛的第一轮将会轮空啊 那等待啊 外卡战赢着球队上来 来打五战三胜制的分区系列赛 而大股相评更不用讲了 大股相评过去在天使队打了六年 完全不知道季后赛是什么滋味 但是今天一转队到道琪队 哇马上就是尝到了季后赛滋味 而且这两天跟教室的一个系列战啊 道琪跟教室的系列战其实非常非常关键 第一场比赛教室打败了道琪 在道琪的一个主场打败 那个时候曾经一度追到 两队之间仅仅只有两场的一个胜差 不过第二场昨天跟第三场今天 都在大股相评的carry之下 那道琪队最后赢就这两场比赛 大股相评都是胜利打点啊 虽然啊 这两这个系列战没有看到大股相评打全雷打 不过昨天有道雷 那今天又是三安打的一个猛打赏 图卡上面也讲得很清楚啊 大股相评今天三安打的猛打赏 然后他在这个赛季的雷打数 来到四百个雷打数 很多不熟悉棒球的人可能不知道 所谓的雷打数 一雷安打就是一个雷打数 全雷打跑四个雷就四个雷打数 大股相评今年打了整季 打到目前为止已经突破了四百个雷打数 在美国职棒啊148年的历史上 他是第19位能够达成单季 四百个雷打数球员 所以可见大股相评在今年 来到道琪队之后 不光是靠着 那他有很强的队友 让他打进到气候赛 其实他自己的表现也是非常精彩 尤其上上礼拜我们讨论到 他达成大联盟史无前例的5050 那现在从明天开始 道琪队还剩下最后三场的一个比赛 那大股相评是不是要继续挑战记录 还是道琪队会让他好好休息 来备战即将下个礼拜开始的季后赛 就可以让我们还好好观察一下 当然球迷可能都希望多休息啦 不要心疼他这么累 那我们再来看 接下来这个体育新闻 有一点点严肃 这个是呢 拿下今年奥运金牌的 南韩羽球球后安喜盈 他在国家队呢 他自己说呢 常年遭到霸凌 有更多细节曝光了 说他必须要帮呢 男性的前辈选手来洗贴身的内裤 甚至呢这个南韩的雨鞋也被控了 跟赞助商官商勾结 强迫选手接代言 南韩羽球球后安喜盈 自曝在国家队遭霸凌 现在事件越演越烈 随着南韩国会深入调查 更多被霸凌的细节随之曝光 南韩议员公开安喜盈 脚底被鞋子磨到汽水泡的照片 另外雨鞋也被踢爆 强迫国家队选手 使用特定运动品牌的用品 被质疑和赞助商勾结 22岁的安喜盈 国中时就加入国家队 身为队内最小的选手 被当成女佣 包办队内大小事 甚至在受伤修养期间 被要求继续打砸 更离谱的是 还要帮男性前辈 右手洗内裤 长达7年的霸凌 安美实在忍不了 在去年2月 向雨协提交请願書 却遭到拒绝 雨协会长被要求下台 尽管雨协近日公开道歉 但南韩民众似乎不买单 舆论持续发酵 这把火也越烧越旺 特别新闻 早科报道 潘威伦他的这个 引退赛明天也要登场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 他的终止生涯 当然都督跟周思琦一样 都是2003年的选秀 只不过都督那年是状元 他跟周思琦比起来的话 他的路可以说走得蛮顺的 那周思琦还经历过了 所谓的黑米米迪亚事件 在特别选秀 才被他小时候的 偶像兄弟队给选进去 那都督从 这个统一师队选状元 一直到现在 2003到2024 打了21年 他现在不仅是 中华职棒的一个渗头王 很多很多的记录 就像当年的张泰山一样 张泰山拥有中华职棒 非常多的一个打击的记录 他的权力打击录 一直到前两年 才被林志胜所打破 那都督 他拥有非常非常多的记录 那现在总算 也要走到生涯的 最后一场比赛了 明后两天 我们在台北大局 还有台南球场 就好好的来跟这位中华职棒 史上最伟大的投手 来说再见吧 是跟他说再见了 那再来看是NBA这几天的大事 就是这个标峰玫瑰Rose 他被灰熊这个释出 等于呢 也要结束他的这个16年的生涯 对他本来在去年跟灰熊 签了两年600万这样的合约 现在灰熊如果释出他的话 是要给今年的 下个赛季都要给他 可是他好像是自请离队 他认为他自己已经到了退休的一个年纪了 那Derry Rose 他其实跟我们的林淑豪林莱峰一样 两个都是1988年出生 在林莱峰2013 2014那几年 其实他也跟这个Derry Rose 有过交手的经验 之前讲到Rose 有可能会来到台湾 不过卡在一个 这个洋将薪资上限 2万美金那个条款 那我是觉得说 其实在联盟方面 还是可以来多做一些言商 希望这个Derry Rose 有机会能够 既这个魔兽啊 或者是像表弟一样 能够来到台湾 来替我们的这个职业联盟 来一起来加油 是希望以后 越来越多大咖求新来到台湾啦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亚历哥 谢谢佳蓉 谢谢大家 TVBS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 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